稍微注意一下 针对大五轮沙滩与朝靖公园潜水区 8月21号起重新开放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协同产发处、官销处跟消防局 共同召开记者会 说明市府在强化水上油气安全的新规定 大五轮沙滩方面新设的警示线 向岸边拉近35米之外 也加强海上警戒救生人力 增加了这个人力的部分 我们过往的部分是在 岸边平日会有两名的救生人员 那假日会有四名的救生人员的一个配置 那这一次的作为的话 我们是增加在海上增加了一艘动力救生艇 还有两位的救生员 在岸边以及在水面上来进行双重的一个警戒 提醒民众来注意危险的海域 加强自身的安全 还有掌握救援的资源 那在大五轮沙滩的开放时间 我们也是配合水上执行的这个时间 是在平日的12点 那假日的话呢 是在10点来进行开放 那在关闭的部分呢 是在晚间的6点来进行关闭的动作 那并且呢 我们也会希望说 我们也会希望说 请大五轮这个沙滩主管机关的北关处 设置安全的提醒告示牌 以及呢救生圈 那我们市府呢 也会持续的来协助北关处 提升呢安全的警示 还有油气的一个品质 那针对这次事件呢 市府也加强现场的防御的措施 包括我们刚刚有特别介绍的 把这个民众的警示线 这个缩短到安全的警示的范围 那我们在救生员的部分 也加强了人力跟现场的监控 那最主要是说 我们呼吁民众 在下水之前还是要 这个评估自身的状况 那特别是海向跟海流 那我们现场有增设 在各出入口的增设新的 加强的告示牌 包括离岸流 还有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 特别是在这个 非救生员执勤的时间 这个尽量就不要下水 未开放时间 跟我们在这个 违反我们公告 现场公告的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也会依照 发展官方条例来采除 就是你们也是要多注意 我们一定就是装备都要检查 另外在朝静公园潜水区 除了在下水的入口处 强化提醒更宣岛 也设置五颗戒标符球 提醒潜水细水的民众 不要越界 避免触法 不一样的部分就是 我们很明确的在海上 标示了戒标 就是保育区的一个戒标 所以我们现在海面上 会有五颗标示了 五颗海上的戒标符球 那不管是潜水客 或者是自由潜水客 它可以很明显的确定 这个海域的范围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直请的救生艇 会在保育区的外侧 去做一个接护或巡顾 机动性来调整 不管是潜水也好 自由潜水 Scoop Diver 或者是SUP 等等的肤浅的行为 一定要遵守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的 一个宣导 还有我们警戒球拉绳的一个作为 我们警戒球现场有五颗警戒球 五颗警戒球内往海岸这边 都是属于非常安全的一个范围 请民众在公告的开放时间 也就是4月到10月底这段时间来游玩 但是记得早上7点到晚上的6点 那这段期间以外 如果你来的话 是会被罚钱的 依照观光自治条例的话 第六四条可以罚1万到5万块 所以请民众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 来细水游玩 那刚刚讲到的警戒球的部分 五颗浮球内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设置在五颗浮球外 有两个所谓的警戒球 在警戒球两颗出去外面就已经要到航道了 那依照渔越法的相关处理条例 20条可以被罚到5万 更正10万到50万 因为你已经误闯航道 会影响船只的进入 那当然自身的危险也非常的高 所以现场必须要听从我们工作人员 还有救生艇的消防人员来的指示 市府强调盗轮沙滩平日中午12点 假日上午10点开放 晚上6点关闭 潮进公园潜水区则是公告开放期间内的 上午7点开放 也是晚上6点关闭 呼吁民众加强配合 维护自身的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